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中國不一樣了 那麼解放軍的練兵 就要國力強了 那麼現在呢 兵力也慢慢的越來越強 而且呢不只是在守衛的部分呢 還要走出去 我們來看一下 解放軍新年的演訓 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 解放軍的練兵現場 出動了運二十開展多機 多梯隊跨區的這種機動訓練 還有空降兵的部隊呢 多科目的連貫考核 直20呢投送這個突擊步兵 還有殲-16高強度的空戰對抗 再加上地空導彈部隊 應急的作戰演訓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這個演訓的畫面 等一下我們請張艾廷將軍 繼續幫我們評論 演奏 好 虽然说短短的影片 但是里面的资讯量很大 我们就来请教专家 将军从这影片你看出了什么 中共它现在对台湾这方面的军事压力 会随着时间会越来越高 软的更软 硬的更硬 硬的在哪里 硬的在军事 军事叫硬的一手 软的在哪里叫经济 经济继续活络 跟你再继续交流做争议 但是军事上它就越来越 这是它的拳头 所以看到它对台湾这一方面 我们看空军的指标 我们看这三年 在三年前的时候 它来到共军到台湾周边 海域活动370架次 两年前已经增加到960亿架次 去年2022年 已经到了1733架次 预避今年2023年 我判断超过2000架次 这是个趋势 换句话 你数目越多 表示说对台湾的压力 是会越大 当然你一天天过来 我当然压力大 所以硬的更硬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 它会慢慢往北靠近 以前在西南空域 现在往北 往新竹 往桃园 往台北迫近了 你看很简单 游南转北 很清楚的 那不只是白天 晚上也来 你看换句话说 它是往南转北了 是这个第二个趋势非常清楚 所以在2023年 我们要注意北部的公寓 是它的重点 第三个越来越近 你看在两年前 是在海峡中线以东 然后在去年跨越海峡中线 今年已经到达 你看看在元旦的时候 24海里 24海里很近 24海里如果天气好不好 看到101了 哇这么近 已经看到101了 空中 空中 垂直冷静度很好的时候 那个冷静度 看得非常清楚 你上次看那个 看到玉山有没有 拍的预算已经近了 你现在101就在台北市 一样它已经迫近到24海里 23你换成的公寺 那就是44公里 44公里对空军来讲太近了 44公里距离 你飞机飞到台湾陆地上空 三分钟 三分钟的时间 等于是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三分钟啊 所以你平常在空机的话 我看平常保持两架 我说要四架 它来到一批 中国一批都是四架过来 两批就八架 那八架过来你两架 你不能以扫去那边最多 你会心虚嘛 你最心虚人要多嘛 人多四重 先中排场太子先摆出来嘛 输人不输政 我们不是这么讲 你可能要摆出来 那可能就要紧急起飞 那紧急起飞 你还在紧急起飞当中 人家已经到了 会这个样子 所以所以到底讲 你这个国防目标怎么去应变 要想出一个方法 你可能机力要调整啊 还是要怎么样 第四个无人机 你看去年前年的无人机不多 也不用出动大型的 其实出动小型 风群无人机就招架不住 像现在2023年 2023年跟你讲 它今年无人机会多 你不管是翔龙无人机 或者彩虹无人机 或者BZK系列的 或者TB1 001 这种大型无人机 它就会来了 因为大型无人机 它对空搜索对海搜索 还做中计机 它将来可以导引我们讲的地对地飞弹 或者空对地 还有地对地的巡异飞弹 导引攻击目标 因为你已经很远了 那没问题 我帮你做导引 我帮你标令 提供讯息给那个飞弹 讯息给飞弹 就是飞弹的空中眼睛 对他眼睛 我看到飞弹 然后我指示飞弹 就打他一个 他变成这样 他变成把眼睛往前面放 因为打仗第一个要先看到 对 你先要目标获得 我们叫目获 目获就是目标获得 没有获得目标怎么攻击目标 好目标获获了锁定攻击 那就交给谁交给无人机 那无人机上面没有人 那换句话说 将来无人机台湾周边海域的 变多 对 那有人机跟无人机 都会在台湾周边海域 出现的更多了 那你要知道怎么应对 第五个增后 战斗机比复战机多 你运巴电针机 运巴电子对抗机 还有运巴的反潜机会变少 但是战斗机多前级机 决定是我们讲战斗前十 我们讲到前十 前十一 就像这个解放军元旦的时候 殲16 殲10 殲20的战机 都战斗机 但这什么意思呢 他主战战斗机 如果是运巴的反潜机 运巴的电针机 运九的电子对抗机 那只是一个辅战 侦查海上的这些反潜 没有他来这边就是战斗机过来 而且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 我们讲到的前二十 对 前二十是逆中 逆中那一比他难发现 因为他逆中 他的整个一个设计 包含他的涂料涂层不一样 那逆中的话 那我们台湾没有量子雷达 对 你要抓逆中你要量子雷达 量子雷达 而且那解放军白天也来 晚上也来 甚至呢 还进行超视剧的这个空战 而且训练画面直接曝光 所以这个解放军是 在释放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 也不怕你看 也不怕你知道我在进行什么训练 除了这个我们讲到硬的根性之外 他也从事他的大外宣 也从事的他讲到了 他的这些我们讲到的灰色地带 因为他讲重关节讲的三战 三战就是心理战 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 也包括了舆论战 舆论战就是宣传战 这个他都要做到 你看没有 他这个软的一手一手 那这些我们讲的三战 这是软的一手 硬战武器 那软硬搭配啊 你要双管旗架 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是 签16D 对签16D 它是什么电子战机啊 D的话我们叫电战机 电子战 D 你要类似罗马平民电战 D 你看有D字的 就是搞电子战的 签16D来 那签16D的话 你台湾不是有一些飞弹 你不管爱国者飞弹 天宫二天宫三这个飞弹 电子对抗把你干扰掉 你虽然很厉害 就是让你的 帮你盖台 然后让你的飞弹瞎眼 就是找不到目标 不知道怎么样 你发射的要目标 我刚讲的先目货 目标获得 我帮你盖台 让你没有办法目标 飞弹就盲目了 他一盲目之后 没办法打哪里 所以就等于说 签16D他可以呢 帮你盖台 然后他还可以攻击 攻击你 你瞎了他没瞎 对 他这电战机就这样子 他有点像美国的F18的咆哮 是 你看美国的防母 都会搭配F18 对 这个F18就是 我们讲的 这个咆哮的电战机 很强的 他功率帮你干扰 一干扰之后 而且那频谱 你频谱的话 你可能会跳频 你跳频 他给你全频干扰 那你怎么办 你跳频怎么跳 他给你干扰到 但是他的功率要强 所以他电战机出来之后 我们要了解到 他电战的性能 还有他的包落线 你要知道 他的范围是多大 他的功率如果越强 效果 还有他电子装备越强 他的效果更广 我整个本来是点的干扰 现在变得面的干扰 哇你这样子 换句话你的飞弹到他这个地方 就好像他穿着金钟罩 你就知道你射那个舰 他有金钟罩 你是不是 他穿着金钟罩 你射不穿啊 就好像我们那个步兵啊 我们的这些枪 他穿着防弹衣 你除了打头打枪 你如果打防弹衣 他弹掉了 除了你是拿炮 拿那个火炮才有办法 你拿枪 防弹衣穿到了 那他有这个金钟罩 所以他中文强调就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 空战中 那是当然打第一仗的 这个1116敌就出来了 他不是光是1116 还有包括1110 包括1111 也包括1210出来 他这次出来用了两张王牌 就是1116跟1210 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还没有出来的 就是轰20 他三张王牌 轰20是逆中轰炸机 他现在目前还在做最后面的测评 跟作战测试 才要列入作战序列 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知道 原来他对台湾的这样 他派一流的 兵无选风则备 刘伯温 明朝刘伯温有讲 兵选风 我选最厉害的用来台海 那刚才讲的有五个增 五个增后 五个趋势 那就他就把 1116跟 1020逆中用来台海 那我们现在 我也可以合理的怀疑 我们到底看到了 1020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量则 他逆中 他逆中 但国防部这边的资料 应该是有的 我们没有 我们这个图里面没有 中共公告的有1020 我们的图里面的价值里面 没有讲1020 有讲无人机 但是没有讲说 1020来 真的耶 所以他来了 1011 1010 1016 这里面还真的没有 没有 所以是不是根本没发现 到底来了没有 或者来了我们没有发现 或者是来了我们有发现 但是不能讲 你要有一个杀手机 有一个 我不能说我没有看到 其实我看到 因为兵法上有说 人额四肢不能 心理战 你要有心理战 我没有发现 我没看到 我讲了没看到 人额四肢不能 不能 我没有看到 我觉得其实我已经看到了 空战非常的深奥 空战这个很深奥 因为空战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先 我们第一个要先发现 我们空战的时候 每次两季度对抗 二对二对抗的时候 第一个先发现他 雷达先发现 才能锁定他 你马上站位置 你先站 因为先站先胜 先站有力的位置 就这样 没发现你先站 你变得盲目 刚好给他切入了 对 会变成这样 所以一定要先发现 那先发现了 雷达要好 那现在他派的无人机 除了做什么 也在做擒收 他有对空雷达 也有对海雷达 他无人机 是大型无人机 我们比如说 我们强调的 这个降龙 就是我们讲的无增期 对 无增期的降龙 他可以飞 我们讲 他可以 他可以飞十个小时的 他不加油飞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从百天飞到晚上 你从早上七点钟 六点钟起飞 你飞到晚上六点 就是下午六点了 他才回来落地 飞那么久 他可以飞七千公里 所以说解放军 其实这几年我们看 武器变多了 变新了 加上了更多新的科技之后 整个战术都不一样了 而且包含了 我们说大陆的歼20战机 换了新的心脏 换装沃散15的发动机 那是代表中国的军武科技 是不是有了一个重大突破 以后也不用被俄罗斯 被美国掐脖子了 对 那我们知道沃散15 很多人都拿来跟F35比较 对 但是在这个 如果跟F35比较的话 美国的F35是 还略升一些 因为美国F35的话 它这个成熟度是比较高的 是 对美国F35 就是成熟度的部分 成熟度 但是美国F35 它是一个发动机单8 对 中共的前20双8 两个发动机 我虽然 不要说你 但我两个发动机 我这样推力要赢你 我可以到2.0马赫 但是它这个 美国F35大概到1.6 差不多 它可以讲说我极限 但有的时候 它不是凭飞加速 它是俯冲加速 可以到2.0 那你要俯冲加速 那看你要怎么样 那个标准的界定 你看要怎么样去界定它 因为有的界定的方式不一样 那这样子它已经改造 涡散15 涡散15的话 中共最主要做发动机 以前用俄罗斯的 那俄罗斯的发动机来讲 寿命比较短 你就要进场都做维修 对 因为里面要换 它有冷断有热断 你看嘛 进气的时候 有定值 然后再经过转直 转直的话经过压缩去压缩 压缩去压缩的 送到燃烧室 燃烧就再燃烧 那燃烧室那个喷嘴 你要知道比头发还细 哇这很精密啊 头发还细 油喷出来是雾状 就是气状 最好燃烧 最佳燃烧之后 瞬间高温送出去 送到后面变成涡缩 涡缩出去的时候 就直接喷气 推就来了 往上方向推 所以你看它的燃烧断的 还有它涡缩越变 在这种高温状态下 我们知道东西一直在热让冷缩 热让冷缩 而且它转输那么快 一分钟几千转 将近一万多转 你看它转输那么快 你看你转那么快 甩出去的时候 那个力量是多少 它的材质在高温状态下 不软不变形 你看它里面的这种 冶金的技术是多么的高 多么的深 那不是每个国家做得出来 能够做发动机 尤其这种跨世代 第五代战机的这种发动机 不是每个国家 这是包含只有美国 中国大陆 俄罗斯 包含法国 因为法国它做幻象 做标峰战机 可以这些国家可以 不然日本还做不出来 日本虽然它自己自制发动机 但是它的 这个使用的状况 没有美国那么好 哦 了解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 在2022年这个 我们说在现在 宇宙当中 我们看到了 这个天宫已经建成了 而且我们在去年看到了 神13 神14 神15 把太空人安全的送上太空 再安全的回到地球 其实我们看到的 不只是探索太空 也看到了中国大陆在军事 军工产业 整个一个大要进 而且是非常的成熟 安全度非常的够 那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再请将军帮我们继续分析 解放军开春的这些训练当中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 这是空军他们出动了 运20运输机 还有运油20的加油机 那么同时呢 替解放军的海军 同时呢 这个解放军海军也出动了日照舰 在雅丁湾进行一个实弹射击的训练 大秀肌肉 来咯 超燃片来咯 在陌生的气象环境下 进行多个机场的起降 极大的考验了飞行员的 远程作战能力和机战术水平 新年度开飞第一天 就设置了实战背景 实施多机多梯队 不同方向跨区机动 同步实施了短窄跑道起降 低空高速离场等战术科目 其实有些战术科目 就是对于很多一般的民众来说 可能不太清楚说 这个科目到底演练是在 做些什么样的项目 那张军你怎么看呢 从刚刚那一支影片 运游20还有运20 他讲的短窄起降我们也要做 短窄起飞就是你最大马力 你那时候在冲刹之前 忽然气一点 就直接拉伸 因为实用的跑道距离最短 因为你在打仗的时候 跑道可能会被炸 这可能是在送物资 或者是撤离送人员的时候吗 你跑道之后被炸了 我还有一段可以使用 所以我要短场起飞 因为我跑道被炸了 我只剩下一半了 我要落地我停得住 你短场落地 本来跑道很长的 现在剩下一半你可以提出 我短场落地没问题 我也做过这方面的训练 一落完地之后 立刻放架机头 立刻拉主力伞 立刻踩刹车踩满 哇这个动作同时要做 做出来立刻就停下来 是 这样子大概500公尺 就停了500公尺 很短耶 对一个飞机来停啊 而且那么大台的运输机 就停下来了 那么大台 他这样子 然后他那么大台 我们知道 他这个踏取点 就是他着陆点 最接近一跑道端 一落完地之后 立刻放下来 全返桨 返桨就是说 我空气的时候 不在不是吸吗 对 来做 我们知道落地的时候 哇声音不能反过来 我开始飞机 我的空气吐 整个是一个大的推力 反推力 飞机就停下来了 我在500公尺之内 完全停 所以这是不是能解读说 解放军其实有很多的练兵 他们都是朝着备战的方向 在实际在练兵的 他们备战打仗啊 备战完全是聚焦 对你跑道备战了 剩下一半要不要 我可以落啊 因为我平常的时候就是500 现在跑道还剩多少 剩600 够了啦 我平常500就够可以落了 你现在剩600 还错错有了 还多了100公尺了 没问题 你要这个样子 所以一切训练都要从南 从严 从死要实在 你不能光吹牛 要距离实在 那平常 台湾也是一样的 都是从南从严从死 你要这样打仗的时候 没问题了 我平常的训练 已经驾轻救手 打仗我可以信手撵来 我们从容不破 要这个样子 平常都要这样 平常多流汗 暂时少流血 这是一定的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 也是这样来做的 我们再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讲的 渦伞事物发动机 他现在他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的把他的 这个千二十的外形稍微优化 因为我们知道逆中战机 因为他为了 这个反射的雷达 要把他散掉 他的外形怪怪的 你看那个 对都会看起来 像个蝙蝠F115拐 还有他的F3鼠跟F2鼠 看起来怪怪的 那个垂直尾翅 他也变成向外张开 也变成这样子了 为什么 我为了反射雷达波 不要回去 散掉 这个往这边往这边走 散掉 所以他 这样的话就造成我的气动力 破坏了 不是很流线型 我们看那个 你有时候看那个 Size好流线型 为什么 我让我的风阻系数最低 那现在我把他 外形再稍微优化 这样子我的空气阻力 不会那么大 那我在空中更省油 动作更灵活 他是这样子 所以他不是光换了 涡散食物 外形也稍微优化了 跟原来的有点不一样 他调整 所以将军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千二零四 内外他同步都 不断的在升级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解放军除了在练兵之外 有许多的 我们说真的 秀肌肉的这个实力 解放军也透过了许多的影片 让世界看见 当然也让美国看见 今日的解放军 已经跟昨天不一样